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 有一件事是三个字的,不少人都觉得有 但是政府每次都说没有 这件事是什么呢? 拒绝外地社运人士入境不是泰国独有 香港都试过的 不过保安局多次强调 没有所谓入境人士的黑名单 这个星期黑名单在泰国曼谷出现 这次名单上有至少一个香港人的名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 是可以不让某个人入境 但是不让人入境 是不是就可以扣留他十个小时 不让他和外界联络呢? 先不论政见,当一个特区护照持有人 在外地被拘留,特区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呢? 以后主张自缺的人士去到外国还不安全呢? 今天讨论的题目就是 港人外地租购压,安全不保,因私压 特区政府难卸责,求助无门,讨说法 今天有四位台上嘉宾,工会梁桂宜中学的同学 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都有联络过保安局的 但是保安局就说今天没有人可以出席到今天的论坛 先问问王之锋,从泰国回来了 都已经几天了,到现在为止呢 特区政府有没有跟你联络过 有没有向你了解过你的经历? 由10月5日下午3点钟抵达香港开始 直到星期日的现在中午时份呢 特区政府上至局长政治助理 或者到保安局 到入境处的普通职员 都是没有人联络过我 而其实就着这个事件 保安局是由10月4日晚上10点 我上飞机直到现在呢 其实保安局局长黎栋葛 也没有任何回应 那其实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香港众志的主席 是已经去信 是要求 是跟这个保安局局长的黎栋董会面 因为我想对我们来说 我想有两点要说 第一就是说 当然我们明白 每个国家 泰国做一个主权国 他是有他的权力 是决定给不给任何一个外地居民入境 但是关键就是说 当他们不让我入境的时候 其实我是完全丧失了我基本的权利 当这个入境处的这个协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组都说过 要求过泰国的当局 去保障我的合法权益 但结果我由10月5日的香港时间 1点钟去到泰国曼谷机场 我所受到的对待就是 被人送入一个50呎的封闭式的收纳所里面 而最离谱的就是说 我是要求联络当地律师 致电联络家人 或者最低限度 我相信作为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 我只得一本护照 就是特区护照 而我是需要通知香港入境处 但是律师 家人 和入境处这三个东西 都是一概不让我联络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上面 泰国政府当然有他的责任 而我当然不满意他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 永久性居民 但是特区政府是要就这件事件 是有一个公开的交代和回应 好我想问王之锋 你就说你们已经去信 就是要求见面 你觉得见面或者可能去书面回复有用吗 我想最基本要处理的 当然不是一个黑不黑名单的问题 坦白说 泰国他的黑名单 谁有份谁没有份 这是泰国政府自己决定到的事 但是香港政府至少可以做到的就是 例如第一 香港政府是能不能够是向泰国政府去交涉 要求泰国政府去交代原因 为什么在扣留香港永久性居民期间 是剥夺我的合法权益 好坦白说 在被扣留期间 有没有机会可能是联络到当地的律师 或者使用手提电话 这些从来在泰国境内 都是有一定的振着空间 但是最低限度 我作为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 我去到泰国被拘留的时候 为什么我连联络香港入境处的权利都没有呢 而另外 当然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根据一国两制 香港是没有外交权的 所以其实我也想问回 就是港区全国人大 这个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少了的机会都没有 好 黄之锋就抛第一个问题给叶国欣 叶国欣有没有想回应 大家好 答案很简单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大家看到了 每一个国家 他在入境方面 都有本身自己的安排 那在这方面过程中的处理 当然啦 黄之锋你就提到在这个臭格 其实我听到 我也不明白什么是臭格 拘压锁 拘压的黑社会没有用 收压锁 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 还是有点恐惧 哭啊 很怕的心情 不过我觉得 在一个国家 一个主权国家里面 他处理入境过程之中 如果是拒绝于你进去呢 那这点呢 就是他在处理过程中的事情 那呢 我不觉得 就是说 在这样就是剥夺了你本身的权利 再加上 但是连联络外界 连联络特区政府的权利也没有 我觉得呢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他 我们也知道 黄之锋 是已经是在泰国的境内 他来说呢 过程是不准入境 那这点呢 我记得 这个律政司司长呢 当他上机的时候 在香港 那时候都已经知道 所以你说要联络 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不知道 我相信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 任何我们的香港人 就是你觉得 当他去到 在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 受到 生命的威胁 或者自己的安全 受到威胁呢 我相信这个 是有这么大的 但是现在他已经是 在政府 在泰国政府 的入境处理之中的 我想 我想问一句 叶国庆 是不是觉得一个香港人 在外地被扣留 而去联络特区政府的权利 这个基本权利 你觉得是 不应该享有的 我认为 在那段时间 是不是用一个 扣留的表达呢 我是有质疑的 我是进了一个封闭式的收押所里面 是不能够去 用我的手提电话 我也知道你刚才都描述过了 也都不可以联络入境处 所以我想问 就是行政会议成员叶角怜 我想问清楚就是说 对你来说 你是不是觉得 一个持有特区护照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 去到外地被扣押期间 没有机会联络香港入境处 或者是致电联络当地律师 这件事是没有问题 我相信他现在 在那段时间 泰国的入境处 是在官员处理的 这段时间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我连联络的机会都没有 失去他的自由 言论 人权 我觉得这个描述 不是合适的 这样也不是失去自由 我是不可以使用电话 你什么才是失去自由 我连要求联络我家人 律师 和入境处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不叫失去自由 那怎样才叫失去自由 因为每一个政府自己 他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好 谢谢你保险 我们现场有两位律师 亦都是保安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那 謝偉俊还是有意 据报道 有意国族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 两位怎么看 究竟何谓港人的权益在外地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香港人 对人大这么反感 我们也明白 为什么城报最近 这个多月 那些的报道 评论文章 令到香港人有这么大的 一个反应 和共鸣 很简单 黄之锋 你喜欢不喜欢他就好 他告诉你 他只有一本护照 就是中国护照 而中国护照里面 写明在里面内液 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求外国的军政机关 给予辞证人 所有的便利与保护 这个是中国政府 和黄之锋做一个国民 互相之间的法律关系 如果黄之锋又做了叛国的行为 他可以受罚 可以被告 同样在法律上国籍法 中国政府就要求外国 这个是我们国民 请你给予他便利 但是我们竟然听到一个人大代表 他说我不会理这个中国国民的 他怎样被人欺負 不关我们的事的 什么臭格 黑社会用语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怪不得我们 香港这么多的人大代表 这么令市民去反感和黑人争 謝慧俊 会不会在法律角度 你觉得基本人权 包括联络自己 国家的一些官员 作为香港人身处香港 亦都是我们惯了香港的价值观 加上我们的律师 更加知道很多时候被拘留的需要 包括最简单 打个电话给家人律师 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我们香港惯了的价值观 如果黄之锋先生 你有机会去其他国家 特别比较落后国家 你会知道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其实不是我们香港的一套价值观 不要说什么 我担上个星期去夏威夷 入境去玩而已 我都被拘留 不是拘留 不可以在那个关里过 要请到我的房子里 等我整个个小时 什么事呢 那个房子是不可以打电话的 什么事呢 因为我护照里面 有一个伊朗的签证 有伊朗出入境记录 于是就说要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记录 来玩干什么 其实就算最多人权准备法治国家 有时候在这些问题上 都会是他自己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 尤其我处理过 比如欧永祥 远右欧永祥 王全平事件 近有邓龙威 张泰安事件 很清楚知道 这些国家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不可以 每次都用香港本位 去评论 对方做得对 还是不对 那是很危险的 我希望今次 黄之锋拿个教训 你知道以后 其他国家 真的要小心 而且 为什么我去被 教训就是说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内 他进去做了什么 我是被泰国的最高学府 出迷机票 酒店邀请我过去 我知道 然后我不获尽 入泰国境内 为什么这个要买一个教训 我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入泰国境内 本身就错了 所以要有一个教训 这样说 因为中国的 你是在这里 一个很敏感的时刻 你都自己评估了 50-50机会 是不让你入境 只不过是做法 因为你坐机 就是EK 你坐了没有 EK385 晚上到处 你知道这种惯例 就是哪间航空公司 载人去 用同间航空公司 尽量载人走 EK没机子走 你的时间 根据事实 我是亚联游航空去 香港航空回 EK是亚联游 而凌晨3点 其实已经有班机 是由曼谷回香港 但是为什么 我凌晨1点被扣押 黄之峰 你说的班机不是亚联游机 亚联游机 我查过来 不过就算现在黄之峰 回来那班都是亚联游 事实上 我都不是同一个航空公司 同一个航空公司 关系不是航空公司 而是为什么 我进不到泰国境内 我讨论什么航空公司 中国政府是不是要问泰国 什么原因 以后 以后任何一个香港 特区活动持有的人 遇到和黄之峰相同的情况 你都不会做任何事情 是不是 他本身 他本身就是在泰国政府 里面处理之中 你都不会做任何事情 简单来说 叔叔 让我这么说 我对不起 我的理解 对上一次我们香港人 在菲律宾人治事件上 比香港政府反应更快 还周到的 半夜三家路口 守住医院的 就是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的官员 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 我们一件事 中国公民被人扣留 拒绝入境 是不是我们中国政府 不应该出头 不应该问 或者我们人大代表 说这件事我不会跟进 为什么被拒绝入境 好 现在不是拒绝入境的问题 我想清楚 叶国庆先生 现在不是拒不拒绝入境的问题 你原来不知道 而是拒绝入境的时候 我连最基本的 去联络入境的权利都没有 然后保安局 是由10月4日 我离开香港 直至今天 是一句回应的 我想问 这个权利是泰国政府的 和叶国庆先生 你们觉得保安局到现在 一声都没有出过 黎栋国局长是没有任何回应 是不是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因为如果香港目前政治环境 做一个政治官员 他做一些 无论做多做少都好 应该关心是要的 对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回应 就算有香港人 冤枉坐十几年监 保安局都是无济于事 你别以为你自己黄之锋 十几个小时很厉害 不是无济于事 有济于事 就是 国家 我们特区政府 保护不了香港人在外地的权利 你承认是这样的了 坦白说 我们绝对要帮忙 但你要知道现实情况 我们不可以夜郎自大 好 现场有些吵集 我想控制一下讨论 刚才讨论似乎没有什么结果 但我们知道各个人的立场 我想问一个问题 延续下去 刚才谢伟俊说 觉得之锋应该是一个教训 我想问的意思是否 有些评论都是说 说之锋应该 你吃得咸鱼抵得渴 你要出风头 出胃一时 代隔一世 你已经预测了 这些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给我澄清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如果稍微有多些旅游经验 你会知道 这些风景是会有预测的 好 不要当自己上线 把所有东西都去到国家 这是不对的 我想问黄之锋如何评价 有些人会觉得 你自己做这么多东西 你自己知道 我想很简单 我作为一个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人 我能否进入每个国家 是在国家主权范围里 他们自己定的一个入境政策 但关键是说 我进不了境的时候 到底香港政府会否保障我的权益 其实我刚才坦白说 我真的很诧异 我自问 我自己不熟悉保安事务 但当谢慧俊议员说 十几个小时 十十岁 有香港被人扣了十几年 香港政府都没出声 我已经回答你 我说应该要做事 其实谢慧俊议员你的说法就是 原来香港特区政府 都不是说十几个小时的 香港居民的安利保障不了 是十几年在外地的安利保障不了 换言之 我想问谢慧俊议员 是不是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 根本保障不了 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外地的人身安全 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保持安静 香港政府是应该做些事 因为 但做不早是客观事实 特别香港不是一个主权 我都不在沙拉 夸张 主权国家有很多困难 我们都明白 香港的外交权 就不在我们本身上 就在中国 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 根据《基本法》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说 以后 一些可能 所谓本土自决派 都不要再去泰国了 不要再去大马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他自己 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 就是说 黄之锋自己 去泰国的那件事件 你自己 进去用什么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泰国政府 就已经说了 因为有一个国际性的高峰会议 所以觉得 黄之锋进去 会有影响到他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泰国的事情 这个问题是 他们自己考虑的 所以呢 就是 有关入境的问题 正如 主持你一开始都说过 我想入境那方面 大家没有什么争议的 这个绝对 是 是当地的 但我意思是 如果黄之锋在泰国 是吗 除了他入境 再被人扣留了 十几个小时 没得跟外界联络 那如果要避免这个风险 是不是他们 应该以后都不要 再去这些国家呢 每一个人呢 他自己进入 可能他去美国 就很畅通的 事实上 他也有这样的经验 那为什么呢 美国就这么畅通呢 为什么泰国就这么困难呢 可能有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 每一个都有一个政治上的 我尝语呢 今次泰国政府 特别有关官员处理事件上 其实是不恰当的 起码打个电话 通知声音很简单 很细碎 这个是低级的错误来的 但是呢 坦白说 我去一些国家 特别是中东国家 真的要战战战击 知道 知道 葚晋分享了很多你的经验 不知道 但是我想问 是不是你都会建议他们 不要再去这些国家 你不能够用这些坏 坏的做法 不是不是不是 我可以理解的 客观事实就是 香港政府都未受通知 中国公民以为你出头的 你打不到电话出街 你打不到电话出街 香港政府都未有机会反应 正正就是 香港政府未受通知 我先问 謝慧全議員 你觉得香港政府是不是有需要 向泰国政府交涉 是去询问 为什么完全不让我们通知香港政府 如果你去投诉 保安局应该跟进一下 我所知道 你作为非外 很有机会 竞逐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人选 我想问 你认为保安局需不需要跟进 我觉得保安局可以 礼貌地 经过外交部 问泰国政府 今次事件 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需要改善的空间 但这个一定是要尊重对方的主权 一定是礼节 好 陶锦生 我所知道 陶锦生先 我想最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 是不是要保障中国公民的权益 第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入境 苏敬衡对不起主持 你说他有权拒绝 但你记住 如果你是没有一个好的理由 或者国际的标准里面 能够好的理由 解释给中国政府 解释给香港政府 他未必一定公开说 但是今次 他的总理 选择了公开说 这是政治原因 那一个月 究竟 究竟 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大家可以评价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中国政府 是要据利力争 为中国公民的便利 和安全 是要据利力争 知道陶锦生 明白的 我所知道 这个律政司司长 也在 一个很第一时间 已经说了 这个政府知道了之后 已经联合了外交部的 香港特派专业公署 那结果做到什么呢 亦联络到 这个泰国的駐港领事 这个已经是问他 他是有跟进到的 所以 是知识到 已经是在 这个泰国的 那个入境处里面 去处理之中 你说没有 我觉得这个不是事实 是有 不过问题 但联络了之后的成效是 那这些人是答复的 那个答复来说 就是泰国政府 泰国政府 你怎样可能 我要泰国政府 立即回答我呢 我相信这个 会不会幼稚一点的想法呢 根据政府的说法 就说他们是 要求泰国 确保黄之锋的合法权益 受到保障 那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 可能要做的就是泰国政府 你觉得 要求泰国确保 特区政府联络的 泰国不确保 已经是跟台交部说了 是不是 那你这个 为什么要确保 不确保 就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希望 不需要再次强调 就是我们香港是惯了 我们香港这些西方价值观 很多其他国家 是不玩这一套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知道是怎么样 才是确保自己的权益 不受侵犯 王子锋以后 还会不会再敢去这些地方 我想 我未来 还有没有机会去这些地方 或是会不会去这些地方 大家心里有数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需要回应 第一就是说 大家都会说到 泰国是可以去拒绝我入境 因为这个是他主权国家范围的 就是入境政策 但关键就是 其实我是去到 在泰国被扣押了十个小时 然后在临上机前一刻 我才收到一份的书面通知 告诉他 我为什么要受购 而在我进收押所之前 泰国警察跟我说 你进去收押所里面 我们才跟你解释 你到底违反什么法例 我心里想 你正常应该是解释完 违反什么法例 才送我进收押所 我都不要说进收押所有没有问题 而第二点更加重要的就是 现在入境事务署都要求泰国当局 去保障我的合法权益 受到保障 从我的角度 我没有得联络 香港入境事务署 找不到律师 找不到家人 我觉得我的合法权益 是受不到保障 但我就想问 謝偉俊和叶国谦 你们觉得我在泰国 是被扣留期间 那十个小时 我的合法权益 有没有受到保障 因为如果你们觉得 是有受到保障的话 那其实保安局 是不需要跟进 好 两位可不可以简单回应 我当然我不是熟悉 我不是泰国律师 但我相信泰国市民 泰国居民本身 都未必有你所要求的 所谓的合法保障 因为打电话给律师 这件事 我们习惯了香港 这个是西方的价值 你不要这样假释 因为这样是很危险的事 好 叶国谦 简单回应 正如謝偉俊议员所说 就是不要将你自己 所认的那个价值 就认为在泰国就是合适做 好 我们只能真是尊重 当地的政府 他的这个运作 好 谢谢叶国谦 我们下一节 回来一家比例 会不会想简单回应台下 我或者 陶仁申 我希望中央政府 最高的领导层 是要撤查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事里面 如果有些 譬如国家安全部门也好 中联办也好 不知道哪个部门 是犯了错 没有尽责保护中国公民的权益 甚至阻碍 甚至做了一些魯莽的行为 阻碍中国公民旅游的自由 我觉得是要撤查 并且要追究责任 好 那管的官位有多高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可以明白 很简单 如果你说有一个外途的贪官 由北京机场走掉 阻止不了他 正在飞去美国 你通知美国 你不要让他入境 或者泰国不要入境 希望玄机遣返北京 因为他是外途干部 甚至持有核机密 应该是国家安全 但这个不是黄之锋 好 黄之锋 我纯粹想问 其实我在整个邀请里面 很多人就说 其实你是否受敏感组织邀请 是否搞开市的学生会邀请 才教你有这样的下场 其实不是 我是泰国朱拉隆港大学政治学系 和全理学系 各学系的教授 以整个学系的名义去邀请我 所以我是非常好奇 想问叶国谦先生 你说心知肚明 我是会被避免 我想知道为什么心知肚明 这个判断是传害着我 好 先借位准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省上谈 我们今天讲一下 是黄之锋被拒入境泰国 和被扣留的事件 之锋大家知道 他是本土自决派的代表 但虽然今次泰国的决定 没有提到关于这个关系 但也想问一下大家 会不会觉得本土自决派 在未来的所谓国际空间 会进一步压缩 问一问黄之锋 我觉得不是去到什么国际空间 外交层次那么夸张 其实今次 我只不过是应大学的邀请 去了一个学术交流 是去了一些交流意见 分享的经历 始终都是别人大学的学系教授邀请 那我相信 其实今次泰国去遣返 或者扣留 都未必直接 是跟你真的讲 自决 还是本土 是有直接关系 只是因为可能在雨傘 运动里面 是有一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性 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想对我来说 我相信未来可能 在国际上 至少可能 会有更加多的国家 去不到 会有更加多的不变 但我想对我们这班年轻人来说 坚持我们的原则 去争取民主 推动社会改变 我们的初冲 是一定不会有任何退让的 王之锋就说 就是不会改变立场 那几位呢 作为人大代表 叶国谦 觉得其实本土自决派 是不是在国际市场 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声援呢 来敢会 我觉得这个 这个题目来说 都有一些假命题来的 就是国际空间 就是和他本土 自己本身在香港 他自己作为一个主张 在香港他发生的事情 王之锋到底在国际上 他的影响力去哪里呢 这个当然是他自己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看法 因为大家刚才提到 时代周刊 他都是封面人物之一 他的知名度好 或者他的主张好 这些是他的问题 我就很难将本土 和国际的空间来说 扯在一起 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人 做任何事情 都会是对自己的负责 等于过往都有人提到 阿桑琪 这些 现在都一样而已 他都要负责代价 也有评论提到阿桑琪 是啊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行为 他自己的理念 他自己的坚持 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考虑点 陶锦生 你的问题就很视乎 中国政府 究竟会不会是 基于他一些的想法 比如说黄之锋 例如在香港的一些活动 而国际需要 是用他的外交的影响力 来到去 令到所有国家 都 是犹豫 好像他软禁在香港那样 为什么 因为泰国政府 已经出到总理 来到说 这个是中国政府 是叫他们不要让他进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 即使香港很多人 未必支持黄之锋 未必支持他的举动 但我觉得都是伤害了 香港的中国公民的感情 我觉得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 去撤查这件事 看看是不是 他们真是最高决策人的决定 还是有些干部 自把自为 来到伤害一国两制 损害特区护照的尊严 好 刚才涂锦生提到 就是说 泰国 阿巴玉 就说 是受到中国的要求 不过 泰国政府发言人 就已经是 回应 就是否认了这件事 不过呢 发言人也提到 就是说 考虑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 我想问一个问题 怎样和一国两制有关系 如果 黄之锋 这次被 这个区 就是说 阻止了十分钟 十个钟后 怎样和一国两制有关系 这是很莫名其妙的 我回应他 如果你这样想不到 黄之锋在香港 就算你说他什么占中也好 在香港里面的活动 如果你中国政府 中央政府 因为他在香港的活动 而去全球封杀他的旅游自由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影响一国两制 叶国庆 刚刚我想提到 一国两制 我引述 大家安静一点 好吗 我引述明报社评 说 事件涉及一国两制 港人基本权利等原则食发酬 黄之锋的犯罪行为 我正在说 就是 入去这个 政府总部 东部前役的问题 这个犯罪行为 是在香港发生的 和大陆无关 中泰透过外交 封杀黄之锋 在泰国活动 是基于什么因素 这个是明报社评的提问 港人有权 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想明报社评 答了你了 叶国庆 所以我想回到根本 其实在这件事件发生了之后 人生自由 就是这一件事 不是随手可得 或者香港未来 可能争取民主的路 越来越难 因为中国在国际 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已经令到就是 马来西亚和泰国 都已经有相关的举动 而他们做出这个玄机遣返 或者扣留玄机 动机 都是出于不想影响和中国的关系 但是回到最基本 其实我都希望建制派议员 或者行政会议成员 是去交代 就是说第一 你们同不同意保安局 是需要就这件事件 由10月4日至现在都没有出声 是需要公开回应 第二就是 你同不同意保安局局长 是要跟我作为一个 就是在这件事件里面的涉事者 是有一个的会面 第三就是 你同不同意中国外交部 是需要去跟泰国政府 就这件事件交涉 是去批评 亦都是要去要求泰国政府 就着无理扣留香港居民 和剥夺我在扣留期间的合法权 亦而道歉 好啊 你两个 一国两制是你们说的 王智峰 提了很多个问题 我想其实一个问题 就是特区政府 现在去到这一个阶段 大家觉得可以做些什么 最后一两分钟 我相信呢 我们都要检查一下 究竟发生什么事 亦都适当的渠道 问泰国政府 今次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为什么用我们打电话 这么简单 好 叶国谦 我希望呢 王智峰不要把 因为自己是 时代周刑的封面人物呢 而这么自大 另一个呢 泰国政府 你十个小时 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我认为是有的 好 不过是不是 就绝对是 泰国政府的事 就不是特区政府的事 好 陶锦生 我觉得中央政府 是要出来说清楚他的立场 因为你记住 泰国是出道总理 你不能沉默 这个影响到十几亿 中国公民的尊严 好 黄智峰 我想很基本的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源头 当然出自 就是泰国政府的不当安排 但问题就是 特区政府 为何由10月4日到现在 保安局局长 一句声都没出过 好 而这件事 先是大家希望 就是特区政府 在这件事上 承担他自己的责任 好 谢谢 好 下星期再见 拜拜